這次我們應該會拿到那個海馬斯 多管火箭 三百公里 前一陣子大陸有一條新聞 中國有一條新聞說 中國居民在廈門看到他們的戰車在街上 調動 那邊是有個集團軍 三百公里的海馬斯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在廈門集結 臺灣西海岸 我就可以打到廈門 只是我要不要 我們這個是確保我有反擊的能力 所以美國在做臺灣的這塊軍力以前 以前是怕臺灣亂搞 怕臺灣更早以前海峽中線大家都知道 是怕臺灣的軍機飛過去 後來是避免雙方衝突 所以用中線做一個隔離 到現在 中國自己的軍力確實是膨脹 因為美國 美國在過去十年是採取軍力的 所以他這時候要再平衡 美國其實 所以意思現在就是 你打已經要打過 已經打過來了 我在那邊把你擋著 不行 不是 是你在那邊集結我就打了 你在那邊集結 你一動手 我也同時動手 而且我們可以打到他 因為三百公里的意思是 廈門絕對被我涵蓋 那我們自己也在研發 甚至可以 涵蓋廈門嗎 台海的距離只有兩百 只有兩百公里 還會超過 雄海呢 雄海 那個要搞飛彈 那要靠飛彈 海馬是三百公里 國管火箭 海馬是下去 那是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全部都沒有了 那是殲滅性的東西 子昱雄怎麼看 攻擊到防禦 其實是看意圖 不是看武器 像菜刀 以前說的防禦性武器 其實就是說差不多是短腿 還是射程短 飛不遠 這叫做防禦 以前的定義 但是很清楚 美國國務院 他們的政策就是說 我賣給你武器的時候 要考慮區域的平衡 那你中國現在肌肉大了 我就給你大一點的 平衡回來 所以我們看這邊這些武器 其實國防部講的是對的 是防 反制武器 海馬是在這裡 那這陸基版的魚叉飛彈 也是三百 這就像超跑 我們現在是三百俱樂部 三百可以撞到哪裡 三百撞到哪裡 江西都可以 江西都可以 但是洪宜哥 我們不用關那麼多 我們只要關我們當面 他要集結登陸家的目標 就可以了 我讓你無法 集結的時候 我就撞到就對了 你先開第一個 第一槍 我是反擊 第二級 這才是正確民主國 有可以那個控制局勢的方法 第二級 找對標明信第一級 這也正規的 還有一個水雷 這個空頭水雷 為什麼是空頭的 必要的時候可以用 在你港口外面布雷 飛機這樣丟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是反制武器 絕對不是攻擊的意思 這個東西就是戰爭是一個藝術 就是這個藝術 我們才有這樣的實力 才有要確保和平 這已經是顛撲 我們有辦法攻擊到 勝功 只要你在沿海集結 我打得到就可以了 我不用打你的上海北京 不需要 因為那個是落伍的冷戰時期的觀念 就是CT exchange交換程式 你泡花節的承受 這個東西已經不留 已經不是現代戰爭的那個 我就要剝奪你的攻擊能力就好 合法性正當性 我們才能顧好國際輿論 就是這麼簡單 台灣跟美國 還有其他周邊的國家 其實是共同的安全利益 不是只有我 只有我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 就是北約的精神 所以我們現在說 有一個小北約 就是這個藝術 雖然說要不真的 有一個組織出來 但是藝術就是這樣 小北約 我為人人 人為我 是 方老師 美國也變了嗎 美國當然變了 我們剛剛講 我剛剛那幾個武器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 攻擊是最好的防禦 你沒有攻擊能力 只靠防禦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過去講說 防禦是你打我 我再打你 可是現在的武器太快了 等到你打我 我已經來不及回手了 所以我在防放於未然 你準備有這個動機的時候 我先下手為強 那我們看到 最近這個 本來馬英九時代的 所研發的雲風飛彈 那現在蔡政府已經開始 重新再恢復研發 雲風飛彈是可以打到北京去的 那我們看到最近 我們在這個 南部所做的飛彈試射 也是地對地飛彈 那個大概可以打到 這個上海地區 這個東西 我們真的要讓對方覺得 你如果打我 我有能力打你 讓對方產生一個恐嚇 但我們不是要主動攻擊 但如果你有跡象的時候 你必須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所以我覺得今天美國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改變 就跟剛才我剛剛講 歐布萊恩國務卿 國安顧問他所提出來的 要把台灣包裝成一個刺猬 但是我們今天怕的是 今天中共最低成本的就是你自己投降 你投降之後你的台積電 全部為我所用 我們這段正講反而讓對方覺得 好像台灣真的會投降 變成假戲變成什麼 變成斟作 然後最後就變成說我們整個屈服了 他就以中國的飛彈 我必須要講 他的精準度有那麼高嗎 他今天如果本來要打我們的松山機場 要癱瘓松山機場 打到AIT怎麼辦 松山機場離AIT很近 一個內湖一個松山 過個成美橋就到了 那打到松山機打到AIT 那邊國際事件 就我不曉得今天馬英九 陳廷總你們在那邊嚇我們台灣 我覺得還好我們的新防還算穩定 但是我覺得他他們目前就是不斷不斷不斷 你看他們是有時間序列的 馬英九講完 蘇西講完 蘇西講完 陳廷松講 陳廷松講完 趙商剛講 下禮拜又不知道哪個退上獎 就是一直讓你催眠 還有楊麵祖 楊麵祖 這次可以催眠 催眠到之後你真的 你會覺得好像真的不行 他就成功了 前總統 總司令 國安會秘書長 還有楊麵祖是前國防部部長 都是這些軍政大員 我覺得今天我們政府 如果不讓這種謠言 繼續擴散 政府要展現出更大的決心 那我也認為美方事實 要給我們信心 OK